一般常见的几个视网膜疾病 那当然就是从最早最早 每个人出生的时候会遇到的 也是新手的爸爸妈妈 最害怕遇到的疾病 叫做ROP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ROP Retinopathy of Prematurity 这个中文的话叫做 早产的视网膜病变 我们已经有聊过视网膜的结构了 所以我们就开始跟大家讲讲 一般常见的几个视网膜疾病 那当然就是从最早最早 每个人出生的时候会遇到的 也是新手的爸爸妈妈 最害怕遇到的疾病 叫做ROP Retinopathy of Prematurity 那讲这个疾病的时候 网路上面的 找到教材它大部分都直接从疾病分歧 疾病治疗等等去介绍 那我这边想要提供给大家的是 比较容易搞清楚ROP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的介绍方法 那我们来想象一下假设有一整片的稻田 在迦南平原上面 这个迦南平原上面呢 平常迦南大菌灌溉整个迦南平原相当的顺利 所以每个稻田都心形相容 可是万一有一天迦南大菌供水出了问题 泥沙淤积了 那接下来这些稻田甚至就会缺水 那接下来这些稻田就会哭死给你看嘛 就饿死给你看嘛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ROP呢 其实就是一样的情况 在我们刚出生的时候啊 我们的 视网膜 就像是一片全新的 刚栽种好的迦南大菌一样 看着郁游游的稻田 哇 可是今天突然缺水了 水分不够了 天空不作美了 迦南大菌也堵起来了 导致说我们的稻田 不够水去种到了 嘿 那这会出现什么情况啊 这时候呢 就会出现说 越靠近水源地的人 是不是就会不想要把稻田里面的水分给离水源地比较远的人 我们台语叫做 就是抢田的水 或者是你平常要去挪着农地啊 看看水有没有被别人接走啊 不然的话你的稻田就要哭死了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两块地主之间是不是会吵架 吵架了之后呢 就会想要把这块稻田 分隔成你的跟我的 这东西就叫做田梗 这个田梗 随着两方的关系越来越差 这个田梗就越来越大条 那住的比较远的这些农田主人 想必一定会觉得啊 我再没有水的话 我这些稻田就要哭死了 那怎么办 那最简单的方法呢 就是 偷接个水管嘛 挖个地下水嘛 假设今天真的是加南大军的水不够了 那怎么办 只好靠地下水嘛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偷接水管 但是这种偷接的水管有个问题啊 它是裸露在空气中的 太阳一晒 紫外光一晒 塑脚管就破裂了 破裂了之后就会漏水嘛 漏水了之后 哇 就到处都是积水 久而久之会发生什么问题 就是地层下限嘛 地下水都被你抽干了啊 那地层下限久了以后 最严重的情况下 整个加南平原 地层下限 变成一个大峡谷 那这样就没救了嘛 我刚讲的这一段 看似很无聊的一个故事 可是其实我已经把ROP 整个病程已经讲完了 大家再从头来 跟着我走一次 就可以知道整个ROP 它的病程是怎么变化 首先第1个我刚刚说到的 加南大峻 这些水道 这些渠道 开始发生 主射的时候 我们在ROP 早餐儿 视网膜病变上面来讲 称之为Stage 0 病程0 这个阶段 这个时间点的话呢 没有什么明显的 稻田给你哭死 也就是我们视网膜细胞 没有明显的病变 但是呢 你有发现 你的加南大峻的渠道不良 也就是你这些血管 这些视网膜上面 直接用来灌溉 这些视网膜细胞的血管 它其实生长不良 所以到了第1个阶段 刚刚Stage 0 到了Stage 1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填梗 这个填梗线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填梗线呢 其实就是 分别开来 你的无灌溉区 跟有灌溉区 也就是说 你加南大峻 足以灌溉的部分 我们称之为 Vascularized Retina 也就是有血管分布的 有渠道去灌溉的农田 那另外一边的话呢 就是无灌溉区 叫做 Non-Vascularized Retina 那这两边的话呢 你就可以想一下 有灌溉区的部分 相对来讲 可以得到水分的供应 所以它可以得到氧气 但是无灌溉区呢 就缺乏 氧分 水分 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这张 比较学术的图片 这个就是眼底的照片 里面讲到 Stage 1的 Retinopathy 也就是 病程第1阶段的 磁网毛病变 那我们可以发现 有一个 Demarcation Line 就是我刚刚讲的 田梗 它分布在 右半边这边 是有血管的地方 左半边 这个讲是 没有血管分布的地方 也就是 准备腰洗 准备枯死的 稻田区 那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田梗 随着时间的过去 可能因为稻田干枯 这个田梗会 逐渐的变大 这个有灌溉区 跟没有灌溉区 这中间的 Demarcation Line 会越来越粗 我称之为 田梗巨大化的时期 这个时期就是Stage 2 就是第2阶段 第2阶层的一个病变 灌溉区跟 无灌溉区中间的 田梗更大 分别就变得更明显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图 这张图就可以发现 Stage 2的ROP 又并成第2阶段 我们的Demarcation Line 出现了Elevation Reach 就是 就是身高的一个 乌脊状的 门身开磨Tissue的组织 分别分开了 Vescular Line 就是Reddish 红色的这一块 Vescular Line 跟 Vescular Grayish 就是灰色区域的 四网膜 那接下来 总不可能坐以待毙啊 眼睁睁看了 农夫辛苦 跟种的稻田都哭死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 加上 水管 水管的话呢 它就会漏水 漏水的话呢 在我们的四网膜 上面来 就是流血嘛 水管里面装的是水 但是我们眼睛里面四网膜 经脉里面装的可是血 所以说就是一个 出血的状况 所以这个已经到Stage3 我们Stage3就是刚刚讲的 巨大的田梗上面 有了 撕接的水管 而且这些 撕接的水管 特别容易漏水 英文的话呢 就做 Extra Retino-fibro-vascular-proliferation 也就在四网膜外的 纤维化血管的一个增生 记得 这些水管呢 是因为是湿接的 是暴露在空气中的 非常的容易破裂 所以就非常的容易 出血 来我们看到这张图 这就是一个Stage3的ROP 我们可以看到 Fondus Photograph of severe stage3 ROP with mark pre-retinal proliferation 那你最近就可以看到说 他有一个很明显的 视网膜前的血管增生 这边提到 Sun vitreous and pre-retinal hemorrhage is visible 这边就是提到说 有一些的玻璃体 跟视网膜前的出血 已经可见 那些红红的部分 就是一个出血 那刚刚有提到 其实说水又继续漏水 那最后怎么样 会地层下泄吗 所以说呢 到了我们 后期ROP的时候呢 就会发生地层下陷 在我们眼睛就是一个 视网膜玻璃 那这个视网膜玻璃呢 在我们的医学上面分级来讲 又分成两个 第1个呢 就是如果说你的 视网膜玻璃 地层下陷 有严重到 连我们的乌山头水库 连我们的加南大郡的水源地 都崩塌了 这个比较严重 这个我们叫做 4B 就是说第4个病程 Stage4的病程 B是比较严重的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代表说他地层下陷 还没有那么的厉害 还算可以接受啦 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的话呢 我们就称之为4A 4A是比较不严重的 4B是比较严重的 这大家可以想象 4A的话呢 就是他地层下陷 或是说是 视网膜玻璃 的范围比较小 没有侵犯到 我们的 Fovia 没有侵犯到 我们的水源地 Fovia这边的话呢 就是我们 黄斑部 视觉中心 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叫做Fovia 中文应该叫做 隐窝啦 隐窝 或是视小O 如果你已经有侵犯到 Fovia视小O 我们视觉最重要的地方 我们就称之为 4B 那这边的话 给你看一下教科书上面的解说 这边的话呢 写到说 Schemistic Representation of Stage 4A ROP 那这边就是看到说 4A ROP 它是没有侵犯到 我们的 Fovia Stage 4B ROP 的话呢 它就是 Stage 4B ROP Representation The Roman numerals in each circle indicate the zones As per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and the aerobic numeral indicate clock hours 这边的话就在讲说 通常都是习惯把这次网膜分成像一个时钟一样 12点钟 3点钟 6点钟 9点钟 这几个方向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说 当你比较明显的一个状况的话呢 就是你的Fovia 你的视角 都已经被视网膜剥离 或是我们讲的地层下限 这就是一个比较厉害的状况 那到了最后 BANG 整个视网膜都剥离了以后 就变成了大峡谷 大峡谷就是一个 视网膜 完完全全剥离的状态 就像是这样子 它是会呈现一个 Phonal Configuration 这个东西比较难想像 没有关系 大家有没有去喝过 绿挂式的咖啡 它不是会有一个漏斗吗 然后用来把我们的咖啡渣过滤吗 到了Stage 5的时候 我们的视网膜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 只有我们的OptiNRF的地方 是粘接着的 其他的地方全部都掉下来 所以就会像是一个漏斗一样的构造 这个就叫做 Phonal Configuration RD 这个图片就是一个Stage 5的ROP 那这边有一个Total的ROP Retinal Detachment Can be appreciated in this fundus photograph The marked contraction of the pre-retinal fibrosis Can be seen to act like a per-string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5个并程的解说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提到说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会造成ROP 为什么会造成视网膜病点 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今天我要做一个都市计划 但是呢 这个都市是一个雨量很充沛的都市 我今天身为一个都市的计划者 我是不是有可能被偷工减料 我想说 那既然雨这么多 那大家就直接在我们家门口放个脸盆接水就好了 我干嘛还那么辛苦去铺地下水道 去接这个自来水管 太累了吧 好啦 那个大家脸盆摆在家门口摆一摆就好了 不用再搞这些水管了 好不好 OK 收工 这个就是ROP 就是我们的早产儿 视网膜病变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呢 当婴儿他在早产的时候 他在子宫里面眼睛是不会接受氧气的 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嘛 但是呢 今天你一出来 子宫外院 你被生出来了 开始呼吸了之后呢 我们眼睛的视网膜 就会接触到大量的氧气 那接触到大量的氧气了之后呢 我们的视网膜里面 本来负责都市规划工程 也就是要分泌很多VEGF VEGF Vascular Indocelial Growth Vector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VEGF 是我们都市的地下水道 或是自来水道的 总工程师 这个总工程师呢 他去发号司令 就工人 赶快把下水道铺设起来 可是你今天看 提早呼吸了 提早下雨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工程师就会想说 既然家家户户都有氧气了 家家户户都有水 那我没事干嘛这么辛苦 接自来水管啊 好结果就罢工 罢工的时候就造成 我们正常的血管 停止的生长 就造成这些小朋友 原本的这些 视网膜动脉 视网膜静脉 居然没有在该要 长成正常血管的时间 好好的生长 那到了31周到34周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时候呢 才发现说 我今天人不断的在 长大 不断的在成长 我这些视网膜 细胞还在不断的成熟 需要大量氧气的时候 结果你居然没有 足够的视网膜血管 来去攻击我这些氧分氧气 那我怎么办 那我这个时候呢 才会 急急忙忙的 跟我的总工程师说 缺水啦 你赶快帮我接个水管过来 可是这个时候 马路都铺好了啊 早前在挖马路的时候 你没有把自来水管 埋到地底下去 啊结果现在 你要喝水 又要我伸出水管来怎么办 甚至好接在马路上啦 啊可是接在马路上 车子会粘过去啊 太阳光会晒到 紫外光晒到 水管会破裂啊 所以这些新生的血管 非常的脆弱 非常的容易破裂 非常的容易漏水 品质非常的差 而且还乱长 所以呢 这就造成了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视网膜上面 这些异常的血管 会乱生长 而且还容易破裂 而且容易流血 造成 我们的破裂体出血 造成我们的视力损失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啦 那接下来的话呢 讲一下我们的病程 就是育后的部分 育后的部分的话呢 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 各位爸妈不用太担心 85%的ROP 都会自然复原 可是呢 如果你脚baby 是在1250公克以下 可能会有7% 有threshold disease threshold就是一个 灵界值 或是医学上来讲 叫做预知的ROP 所谓的预知呢 它的意思有点就是说 你只要超过了 这一个 严重程度 它就 一去不复返 它就一定会 瘦膜玻璃 一定会造成 很严重的 视力的损失 所以说在我们的 疾病的分层 里面分成 三个阶段 一个叫做 灵界值前 这个阶段 我们叫做 pre-threshold disease 另外一个呢 就是灵界值阶段 这个地方呢 叫做 threshold ROP 或是threshold disease 那最后的话 已经变得很严重了 病程都会加剧 进展到 视网膜玻璃 那这个叫做 rush disease rush就是 rush hour rush 就是大家匆匆忙忙很快 很赶忙的那个rush 那基本上来讲呢 我们的stage 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三个 pre-threshold threshold 跟rush 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 stage的话呢 是根据刚刚讲的 有没有填梗 上面有没有血管 血管上面有没有破裂 有没有rd 这个的话呢 stage是在讲说 根据我们医师客观观察到 某一个区域的 视网膜上面的 病程进展到哪一个stage 但是呢 我们现在讲的 threshold ROP pre-threshold ROP 跟rush disease 这三个阶段呢 是一个统合性的概念 我们会把 所有视网膜上面 遇到的状况 各种资讯 加于统合 打个比方 今天如果你是一个stage3的状况 就是刚才说 有一个巨大的填梗出现了 但是你这个巨大的填梗 stage3 出现在水源区 就是我们等下会提到的 zone1 跟出现在不是水源区 zone2 甚至是zone3 你觉得这两件事情 严重都会一样吗 一定不一样吗 刚才我提到说 那个填梗出现 是用来区分 有水灌溉 跟没有水灌溉的地方 如果假设 这一根填梗出现在 乌山头水库 积水区 那代表什么 哇塞 那代表说 缺水灌溉相当严重 连这么靠近乌山头水库的地方的 农田 都发生缺水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 Demarkation Line这个填梗 才会这么靠近 积水区 如果说假设 今天这个Demarkation Line 距离很远 它在 迦南平原的 最尾边 最边边 离乌山头水库非常的远 好 那这条 Demarkation Line 出现在那么远的地方 你今天会认为你的 迦南平原缺水 缺得很严重吗 不至于吧 所以 一样的 stage3 一样的 你看到一个填梗的出现 一样的 你看到上面有 水管 破洞 产生出现 这些状况的话呢 其实 出现在不同的ROM 你得到的严重程度 是完全不同的 不过这个部分 我觉得大家有一个 概念就好了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你去 问你的眼科医师 交给他去烦恼 去这些分级就好 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去 背诵这一些 我们主要是要有个概念 方便大家如果真的 遇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方便去跟你的医师 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